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它能够在亚秒级响应海量数据下的查询 不仅可以支持高并发的点查询场景 也能支持高通图的复杂分析场景 基于此 Apache Doris在多余报表 继续查询 用户画像 实施大屏 认知分析 数据户查询加速 等多个场景 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Apache Doris的前身是百度内部广告报表业务的Paylor项目 2017年正式对外开源 2018年7月 由百度捐献给Apache基金会进行幅化 今年6月 Apache Doris正式从Apache幅化毕业 成为Apache顶级项目 Apache Doris社区 有超过340位贡献者 每月的活跃贡献者人数也接近100位 Apache Doris在 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 拥有着广泛的用户穷体 比如在中国市值排行前50的互联网公司中 有超过80%长期使用Apache Doris 包括百度 美团 小米 京东 字节 腾讯等等 在一些传统的行业 比如金融啊 制造啊 零售啊 能源 电信 等领域 也有丰富的应用 实时数据分析是企业实施洞察业务的基础 常见的实时数据分析场景有 高并化报表 大品驾驶舱 用户画像标签 用户行为分析 广告销售报表 Ap 实现的这个策略的分析 以及订单的分析等等 那么实时数据分析对Olanp数据库有什么需求呢 首先实时数据分析需要可控或者可预期的端到端延迟 比如秒级啊 分钟级啊 十分钟级 十分钟级 级别 那就要求Olanp数据库能够很好的支持高频导入 实时数据分析也需要 比非常短的数据需求的迭代周期 这就要求Olanp数据库能够很好的支持宽表 信心模型以及雪花模型 实时数据分析 同时呢 需要这种数据的修复的成本 极其低 特别是在数据链路异常 从恢复的情况下 Olanp数据库中的数据 最好是正确的 不出问题的 这就要求Olanp数据库呢 能够支持Exactlywise的这种语义 也就是尤其仅有一次的导入语义 业务数据库的数据 用来做实时数据分析的时候 往往是需要Olanp数据库 支持组件更新 比如说订单的状态 实时数据分析 通常也伴随着高并发的应用 这就要求Olanp数据库 能够很好的支持物化视图 以及排序件 实时数据分析 同样也要求 用为成本是比较低的 Apache Doris是比较符合这些需求的 我们看一下Flink加Apache Doris的一个实时数据分析的典型的用法 企业的数据一般分为日制数据跟业务数据库的数据 这两类数据通过Flink写入到Apache Doris 在Apache Doris通过分层ETL的方式构建分层的数仓模型 进而支持这种实时数据分析的场景 日制数据一般进入Apache Doris的时候 使用明细模型 配合物化视图 做这种高并发的 以及高并发的实时数据分析 业务数据库的数据 通常是典型的使用FlinkCDC 在Doris中使用主件表 这样就能实现基于主件的更新 那么Flink写入Doris也支持这种EOS的语义 这样就确保了在整个数据链路有异常恢复的情况下 Doris中的数据是正确的 同时Doris能够比较好的支持这种大数据量下的多表关联分析 从而使得企业的数据需求的迭代周期会比较短 接下来我们快速的看一下 Flink Connect 1.0的实现 以及它的部署 Flink Connect 1.0 在Flink的Doris Sync节点 是通过在类层里面载拼 然后把数据提交Doris来实现的 它的主件表 写入的Doris的主件表是支持EOS语义和撤销的 同时Doris也支持这种强一致的误化视图 但是它也有几点不足 首先在明细表以及聚合表上没有支持EOS 那利从载批的时候 Flink写的压力会比较大 同时载批的参数是不好控制的 在不同的场景下需要有不同的参数 那高频写入的时候 Doris的Compaction 跟不上写入的数 会报-235的错误 同时Compaction会影响到这种查询的延迟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介绍一下 Flink实施写入Doris优化的一个思路 基于1.0的不足 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优化 第一方面是应用性 第二方面是性能 应用性方面 主要是支持了EOS的对所有的表 支持了EOS的语义 以及消除了载批 消除了载批之后呢 就没有了载批的配置 同时数据是流逝的写入到Doris中 从而在Flink写就没有了内存的压力 那在性能方面呢 一方面呢 我们做了Compaction的优化 从而提升了导入的通途 降低了Compaction资源消耗 从而也就降低了Compaction对查询的影响 第二方面呢 我们对主件 我们在开发这种 莫着OnWrite的主件 相比莫着OnWrite的主件呢 查询性能呢 在一些场景下呢 有5到10倍的提升 Flink写入Doris的EOS语义呢 是基于Doris的两阶段的Streamload来实现的 那两阶段的Streamload在第一阶段呢 数据多副本写入到Doris的B 事物状态在Doris的FE呢 标记为PreCommit 这时候呢 数据已经完成持久化 但是数据不可见 那正是因为数据不可见呢 就给第二阶段提供了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提交 一个选择是取消 那在提交的时候呢 这时候事物状态修改为Commit 同时呢 数据可见 那在第二阶段取消的时候呢 就会删除掉第一阶段的这个写入的数据 FlinkDenct 1.1呢 基于这种Flink的两阶段提交的EOS实现呢 结合到这个Doris的两阶段的Streamload 来实现Flink到Doris的EOS语义 具体的说呢 就是在Flink ChankPoint开始的时候呢 DorisSync节点呢 会将进行中的Streamload 进行第一阶段的提交 同时呢 开启一个新的Streamload 当ChankPoint完成之后 DorisSync节点收到 FlinkJobManager通知的时候呢 会将上一次已经预提交的Streamload 进行第二阶段的提交 提交 如果在这个ChankPoint出错的情况下呢 会将上一次的这个Streamload进行取消 从而能够实现了这个EOS的这种语义 也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就是Doris的这个两阶段的Streamload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 实现了这种数据的持久化 那在第二阶段呢 就是如果第二阶段是一个提交请求的 Doris能够保证100%这个数据提交可见 那在第二阶段是一个取消请求的话 情况下呢Doris能够保证这个数据在没有 在不可见的状态下直接删除 从而就能够实现这种 和Flink在一起配合在一起 能够实现这种数据的EOS的这种语义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FlinkNet 1.1 相比1.0的载批的这种写入的一个变化 那FlinkNet 1.1呢 消除了载批 使用了这种流逝的写入 也就是一个Streamload开启之后呢 这个数据到了DorisSync这个节点呢 就会实时的写入到Doris 而不会在Flink的类传里边进行载批 Doris的Comparison呢 可以分为Best Comparison 以及CEO Comparison Best Comparison 参与Best Comparison的文件呢 一般比较大 因此呢Best Comparison呢 它的这个耗时呢 也就比较长 那参与CEO Comparison的文件呢 比较小 也就从而呢 就是说CEO Comparison这个耗时呢 也就比较短 那现在就 Doris的Comparison有哪个问题呢 就是Best Comparison跟CEO Comparison 是共用线程持的 这就会导致Best Comparison 长时间占用线程 导致这个CEO Comparison 饥饿 还有CEO Comparison 他选择这个参与 Comparsion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没有做很好的这个层级划分 就导致比如说 10兆的一个文件 会跟100K的文件 或者10K的文件 平凡的做Comparsion 这就会导致它的读写放大会非常严重 从而呢导致这个耗费的CPU比较多 也会影响这种查询 还有Doris的这个Comparsion的任务呢 它的产生呢 是通过一个龙熊的一个方式来产生的 这就会导致在高频写入的情况下呢 CEO Comparison不能及时的 CEO Comparison的任务呢 不能及时的产生来合并数据 那我们看看我们做哪些优化啊 首先呢 我们把Base跟CEO Comparison呢 使用了独立的线程池 这样呢 就是Base Comparison 长时间的占用线程呢 不会影响CEO Comparison 因为CEO Comparison对这种高频的这种写入 比如说这种100K 10K级别的写入的时候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要靠着CEO Comparison呢 及时的把数据的白粉做合并 以减少这种数据的白粉数目 数据白粉过多的时候呢 查询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第二个点呢 就是我们对CEO Comparison 做了更好的层级策略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让10K 这种等级的文件呢 在一起做Comparsion 让10兆 一个这个层级的呢 也同样的在一起 让10兆这种文件呢 不与10K或者100K的文件 一起做Comparsion 这样呢 就可以大幅度的 降低这种CEO Comparison的资源消耗 针对这种 CEO Comparison任务产生不及时呢 我们引入了写入的时候 主动触发CEO Comparison的一个 策略 这样的话 这样就等于当 高频写入 累积的数据白粉过多的时候呢 在写入路径呢 能够主动的触发 这种CEO Comparison的任务 从而能够及时的将数据 做合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Flink实施写入 Dollys 1.1 我们的 优化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一个测试环境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是一个BE的一个节点 16个CPU 64G的累存 8个盘 然后在它上面呢 我们创建了32个Tablet 是一个明细表 加两个物化视图 这个是一个base的明细表 是32个Tablet 然后每秒呢 我们写入10万号 然后Flink呢 是配置了20个并发 然后Flink的checkpoint的周期呢 是5秒 然后并发的查雄呢 同时呢 跑五并发的一个查雄 我们可以看到 在优化前呢 这样一个负载的一个测试呢 BE的CPU IDOL呢 只有25% 那在优化后呢 同样的这个负载下 CPU IDOL的CPU呢 达到了50% 也就是说CPU的销后呢 较低了30% 同时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查雄的一个效果 那在优化前呢 99% 99分位的这个查雄延迟呢 能够达到200毫米 那在优化后呢 99分位的这个 延迟呢 控制在这个 50毫米以下 40毫米 也就是说99分位的这个查雄延迟呢 较低了75% 最后我们看一下 在Flink Doris支持Flink 导入这块的一些规划 接下来呢 我们会去 会做一个 清料级的加减列的一个DDL 也就是SkimaChange 那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那加减列 加减列的这种DDL呢 就能够自动的从 上游的这种事物数据库同步 R5去上下游 去人为的 呃人为的去呃干预以及配合 这就会大大的非 这就会非常非常大的简化这种 呃上下游的这种数据流 同时呢 我们在查雄优化呢 也在做一些非常呃 非常有效果的工作 那执行引擎呢 就会有一个两倍以上的性能提升 主件查雄性能呢 那我们的Modget OnWrite的的主件 Modget OnWrite的主件呢 性能相比Modget OnWrite呢 有5到10倍的一个性能提升 啊 然后我们会继续做这个 在Compassion这块呢 会把现在多副本的Compassion 来用单副本的Compassion 来替代掉 这样的话可以在Compassion这块呢 继续呢 能较低50%的一个CPU的消耗 同时呢 社区呢 正在进行新优化器的开发 那新优化器的开发呢 对查雄呢 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